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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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亚伯拉罕和萨拉 昨天说 圣经没记载萨拉两次的笑 第一次笑 其实我想她是有一点讥笑 讥笑神说 你别开玩笑 我怎么生得出来 这不可能 那个笑是轻蔑的 是觉得不可能的 是笑神 那就怎么可能 但是第二次笑 我猜她除了很快乐说 真的 我生了 我相信她面对自己的时候也在想说 萨拉 你这个女人 你真的是个小性的人 你怎么就不相信神呢 求主恩待我们 祝福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可以很真实地看到 神的应许每一天 一点一点在你的生活当中 是可以真真实实地去经历的 而回过头来我们来看 亚伯拉罕和萨拉这对夫妻 当他们的信心不是那么坚固的时候 就难免好像前几天我们说到说 他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替神帮帮忙 他们就想 如果要有个小孩 我先生怎么年这么大 我自己现在生理情境没有了 不会生了嘛 那怎么办呢 想个方法 我用我的方法找个下甲来 但是我还是要说 常常我们用我们的手 插手在神的工作里面 最后都是给上帝惹麻烦 但是谢谢主 我们常常惹祸 总是让上帝在我的生活当中 在我的生命里面收拾山后 亚伯拉罕 萨拉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 生了一个以食玛利 等到以撒神的应许真的临到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糟糕了 我们自己惹出来的事 怎么办呢 现在以食玛利在那里 那这将来怎么办 这一定会惹出事情来的 那怎么办呢 谢谢主 圣经上讲说 亚伯拉罕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 我在想他到底是为哪一个儿子忧愁 是为那个第一个他用自己方法生出来的以食玛利忧愁吗 是啊 因为要把他赶走 还是为第二个那个神应许给他的这个以撒忧愁 是啊 神的应许在他的身上 将来会不会我反而给我儿子惹出很多麻烦来呢 我们总是用自己的聪明给神惹麻烦 我们闯祸 让神替我们收拾善后 但是谢谢主 即便这样 神的恩典仍然够我们用 交还给主 让他替你收拾善后吧